PTS Safe All-Sand-Line Elite Standard最新的沙色版已經登場了 讓我Hana,PTS的報導員 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PTS Safe All-Sand-Line Elite的獨特設計 功能和入面的系統 全新的PTS Safe All-Sand-Line Elite Standard 沙色版採用了模組化的設計 將滑架、金屬內部件和下新組合而成 這個模組化的金屬中新設計 不但完美解決了原有G17彈夾安裝後鬆動的問題 還因為金屬內部的框架令滑架在運行時更順滑 空隙亦更加少 思謙如果想追求精準度和穩定性 這款All-Sand-Line絕對是不用錯過的選擇 講到PTS Safe All-Sand-Line Elite 最吸引當然是外觀 Snap Technology授權的設計 無論在外形、雙標都是跟逐原廠還原度極高 對於將頭還原度的玩家 這款O-Sand-Line簡直是完美 O-Sand-Line另一個賣點 就是在畫架上已經預設了RMR紅點鏡 不需要再額外加轉接版 安裝了RMR之後 紅點鏡會更加貼畫架 瞄準的目標、速度和精準度也會有顯著提升 為了對應RMR cuts對飛機容量的影響 PTS特別重新設計了飛機系統 將飛機彈弓陷入飛機內 成為一體化的設計 這樣做不單可以增加畫架內的有效空間 還比MOS設計容量更大 出氣更穩定 以及後座力的感覺更加強烈 這個設計令每次射擊的反饋感覺更直接 適合追求實戰感的玩家 同時內部零件大部份都可以兼容TOKYO MARUI G17 Gen3和Gen4的零件 這個設計大大增加後勤維修和零件更換的靈活性 同時O-Sand-Line的火控系統也非常耐用 主要的部件例如激除、絲牙、脫離器、氣佛撞針和板機連光 都是降制的使用壽命度更加長 想不想立即入手這支PTS-Safe O-Sand-Line Elite 先不要急著 因為還有更加好玩的細節未講完 板機設計亦是其中一個亮點 就是可調節設計 拆開滑膠之後 你就會看到板機後方有一個機米 用六個時就可以輕鬆調教板機的行程 方便你根據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除此之外 O-Sand-Line的下身設計和G17 Gen4一樣 都是支援雙邊退夾按鈕 左手的玩家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調整 不如常貼心 說了那麼多 大家應該很心急想看它的實戰表現 不如讓我試打一次給大家看效果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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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